日后 皇上 皇上 这么重要的东西 臣实在是 不要再说了 巴拉内乱 朕此行凶多吉首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这看 臣领旨 明正统十四年 芒国瓦剌部首领也先 大举进兵明朝边境 皇帝不顾群臣劝阻 决定亲征瓦剌边疆 不料群龙无首 朝廷大乱 后宫妖逆航行 皇帝不顾群 太后驾到 臣妾给太后请安 快起来起来 免得动了胎气 皇上走后啊 我总是睡不着 总担心你出事 要知道 你怀的可是龙肿啊 太后您多虑了 臣妾能出什么事啊 没事就好 有什么需要 随时跟我说 另外 不管谁送你什么东西 都不要随便乱吃 也不要轻易 让他一枕脉 明白吗 臣妾明白 什么人 大乱有女 来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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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擦过了 没有 这把剑上没有任何血迹 但是臣记得 这一剑明明刺到他身上 我也看到了 所以你才拿不住它 那太后 您的意思是 他不是人 是鬼 鬼 进来 是 南书房除了这一副 还有别的侍女图吗 回太后 奴才对南书房的字画了如指掌 就这么一幅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把你拿着 我相信 她也看着 你把你拿着 只要是 好 啊 我 出来吧 以后啊 我们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他一定回不来了 他打圣仗 我让他死在自己人手里 败了 正好借瓦剌之手除了他 还有那么多亲王呢 宝座未必会落在李六王手上 何况 我并非肚子的孩子 要是隆种啊 所以啊 本王就需要你帮我找到那样东西 我已经打听过了 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李飞宫中 沈鼎必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六王 于大人可知 紫鬼妹却不是一般人 哦 是何人呢 李飞 李飞当初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死后多年再次惊扰宫中 怕事没那么简单哪 接太后口谕 令你前往三清观 请清虚道长入宫 老奴领旨 赶问公公 怎么太后突然想起 要我去请清虚道长入宫呢 哎呀 小点声 宫里出事了 啊 桃公公 知道吧 嗯 知道 那桃公公可知道 这扰乱后宫的女鬼吗 呃 啊 谁呀 这个人来历非同小可呀 你我原来还和她有过渊源呐 谁呀 李飞 快追 哎 快追快追 别让她跑了 快快快 那边 快快快 你不是想的 快快快 哎哎哎哎 快快快 跑什么跑 往哪儿跑 我哭啊 这哭的什么东西啊 梨花呆肋那种你会不会啊 不准哭 给我下 不是 她刚才让我哭的 她说 听我的 听我的 要不然 我把你现在的样子 给你的云儿看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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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哭啊 笑 干嘛呢 笑 快快走快走 小蘑菇 记住 吃亏是福 对啊 吃亏是福 道理都是你讲的 所以都是我造的 我不要当狗了 我要做大侠 住口 之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 千万不要随便乱说 不然的话 我可保不了你的 明白吗 好了啊 那我今天受了委屈 你得补偿我 我不要吃糖了 要不我带你出宫玩去 带我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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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头 去哪儿呢 我们 太后叫我出宫 去找仙人 找 仙 人 对 啊 尚 超 那 她 得 战 接 对 她 天下没有任何男子 可以抵抗我 你为何待我如此 此处荒山野岭 前后并无人家 又怎会突然出现 一个奇女子 况且我们修道之人 最懂得清规戒律 与你这等货色 又怎会入眼 小道士是入不了眼 还是你根本就不敢看 你说你修的是清规 那你看我呀 看都不敢看 说明你心里有鬼 你好 看到我 就是我 我 我 当然 刚才是什么意思 师父 师父 你在哪里 我在云游 转息修炼吗 方才徒儿在幻景中 看到那个女子是谁 为什么结局会是那样的 刚才你所看到的 就是你真实的未来 你修炼到了最后一场劫难 如果度过去 就是刚才的下场 那徒儿 徒儿该如何是好 这是什么 日月神鼎 日月神鼎 对 只有找到它 你才能度过最后一次结果 那这神鼎现在何处 徒儿该如何找到它 天际不可泄露 自有天意 慢点儿 慢点儿 小老头儿 你这儿还有多远呢 你这仙人怎么住这么高啊 我不走了 我带走我脱水了我 那你歇会儿 你站住 别跑 爱我 大侠 大侠 大 大侠呢 什么大侠 不是 做梦吧你 大侠有个大侠 特别帅大侠 搂我腰那个 走走走走 我天哪 仙人救出这破地方 请清虚道长接旨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小小头 你看看这线有人那样吗 哎 李叔 李叔 什么李叔 小小小你看啊 这蜡烛 这香火 你看就是没有人吗 嗯 那我们去找找 那我去后面看看 哎哎 嗯 阿霞 你在干什么 大侠 大侠 我们又见面了 大侠 你是谁 你还在抱肿的妖类上 你不记得吗 大侠 你知道吗 我最崇拜你了 大侠 叫什么大侠 叫道长 你们二人是什么人 擅自闯我三千冠 我们是从皇宫来的 奉太后之命 请清虚道长入宫 我师父现在不在关中 那他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二位请回吧 道长 请留步 道长 尊师不在 能否辛苦道长 和我们走一趟 对呀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为什么 我想请道长回去 给我们做个见证 不然的话 我们口说无凭 没法和太后交代 此事与我无关 二位请回吧 走吧 你在门口等我 我去搞定的 我看你 为什么 我记得 不要 我看你 我 我看你 你 S 大侠呀 近看你的轮廓是又深邃又明朗 简直跟实验一样好看 一模一样 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 你走吧 大侠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呢 是有不解之缘的 你看啊 在我们没见面之前呢 你在梦里就救过我的性命 是不是 要不是天意的话呢 怎么又能在一起呢 见面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呢 你不能这么伤害我的感情 我怕我会伤心的 还想被绑起来 那那倒不是 滚 我可能太困了 我走了大侠 陶狗狗 陶狗狗 你看我 陶狗狗 大侠 我就跟你开了个简短的小玩笑 你们太过分了 不是不是 我 方才显示的是哪里 呃 这是皇宫啊 皇宫 皇宫 残卦显示皇宫 莫非是天意 哦 对 天意 就是天意 就是天意 要不 我们走 小臣见过百吾师 皇宫 总算是见到族人了 大汉还好吗 明朝的大军正在北上 我们瓦剌 现在正面临灭顶之灾 我明白 大汉是催我快一点 找到日月神顶对吗 公主圣命 大汉就是这个意思 你回去转告大汉 这件事 我很快就能办妥 有人说公主在皇宫里待久了 会练上皇宫的荣华富贵 这叫什么话 放心吧 现在计划进行顺利 一切都按步骤进行 我一定不如先祖 夺得神顶 退下吧 是 我说 我计划 是 我计划 现在 是 我计划 进行 我计划 我计划 进行 参加大人 路上没出什么岔子吧 报告王爷 没有 这宫中江乱 以后调查信息的问题 就交给你们了 是 皇上临出宫前 曾经单独照见过于大人 皇上跟微臣所谈 都是他出征之后 朝廷的政务安排 别无其他 于大人 如今皇上不在 宫中政务 唯有你我二人承担 有什么事情 我们还得呼通有无啊 太后身处后宫 与朝廷的政事 不宜过多询问呢 太后若别无他事 臣先告退 好重的邀请 大侠 大侠 千万不要被这个皇宫的阵势啊所吓到 这皇宫方方面面呢都是我的地盘 你一旦迷路了你就提我的名号 我叫小毛巫 没有人会不知道我 都会报你案件 大侠 你看我眼行不行 你不看我咱们怎么交流感情 闭嘴 大侠你换句词行不行 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 滚 也骂人都这么帅 没事 于大人 侯公公 这位小道长是 他是三清观的天牧童道长 这位是首府大臣 太后请千居道长前来降妖 道长不在 所以只有请小道长陪我来回家 违禀太后 我与清须道长有过几面之缘 今日一见清须道长的高徒 也是一派先锋道谷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小道长若介入此事 可得不被外力所蒙蔽啊 此事不仅仅是捉妖那么简单 可能还会涉及到重要人物 受教 我先告辞了 大夫 前面就是太后的请宫了 怎么 清须道长返老还童了 回太后的话 清虚道长云游去了 就剩下这位道长留在灌中 所以奴才才请他回来做个见证 请太后恕罪 罢了 罢了 小道乃是清虚道长的徒弟 据我所知 清虚道长从来就不收弟子 清虚道长 庞天尊 师父 徒儿 小道长果真有些本领 太后啊 你的鸟怎么说死就死了呀 听说清虚道长 不妨能让死物变活 不知道他的弟子 是不是也有这个法术 小道不妨一试 按摩 简单 不妨一试 好 好 我的身体 是我 小道长神通广大 就留在宫中降妖吧 你在干什么 不是 刚才那东西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 道长 请留步 道长法术高深 本王甚是敬佩呀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陶公公 道长的住处安顿了吗 没有啊 那不如就住在本王府上 早晚也能讨教一安顿 去吧 王爷 道长已经答应说 住我那儿了 对 住我那儿了 是不是 此话当真 道长 说一说 说一说 他不过是个太监 太监怎么了 太监住的地方都下监 于修道之人 眼中并无贵贱之分 那好吧 陶公公 听说你前二的刘公公 刚死没多久 那就让道长住在他那儿吧 也好有个伴儿 这 多谢了 这我也太破了 这什么都没有 不是 道长 你这是能住人吗 这有什么不能住的 这地方总比我们山洞里好多了 没事了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干嘛呢 你说我师父那屋什么都没有 我不得给他拿点东西吗 我们压根就不该请他进宫 咋的 小老头 你是怕我师父打不过他呗 我是说这个道长太天真了 法术再高也斗不过心术啊 小老头 小老头 你自己郁闷吧 我走了 你去哪儿 别再惹祸 道长 你醒了 道长 你醒了啊 来 先吃个实验食饭 咱先吃口东西 我不吃饭 你看 不吃饭可不行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是不是 这叫道法 我们修道之人 通常几个月都可以不吃不喝的 那不吃饭啊 那剩粮食也好 那睡觉呢 我不吃饭 我不吃饭 只要打坐片刻 就相当于睡一宿 那 也不吃饭 也不吃 也不吃 那这个你得用得上吗 这是什么 这个 你也不吃饭 你也不吃饭 如此会我 不是 快把他扔出去 你干吗呀 我是来伺候你的 我不需要人伺候 你去找桃公公吧 师父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收了我吧 好不 以后别再叫我师父 小蘑菇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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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五号 五号 道树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那呀得看他的法力如何了 那 那个会变化的道长呢 他厉害吗 这个啊 母后也不知道 不过呀 外面吸气骨盖的东西 多得很 六王进进 六王叔好 六王来了 参见皇后 臣有些后宫的事要跟皇后商议 平儿 那你去一膳访准备点点心 我和李六王叔要商量点后宫的事 好 那等我回来之后 母后你要继续跟我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哦 好的 记得拿点心哦 你和那小道士聊得如何 不识抬举的东西 本王本想拉拢他 谁知他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小道士布置宫中规矩 也是习以为常 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要不是看他有点法术 本王才不会打理他 也许那个小道士 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他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小小恩惠 也许他要的更多 对了 今天太后召见了于大人 这老狐狸似乎想趁着皇帝出征 要垂帘听证 于大人可是皇上身边的人 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有刺客 抓住他 云大人 那边 分头掌 这怎么了 这不挺好的吗 小公布 我来给你送桂花糕啊 月儿 坐坐坐 以后我就住这了 道场住这儿我就跟他住这儿了 是吗 你看看 太好了 你要是学会了道奖的法术 他们就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你说得对 云儿 我看看到时候 谁还敢欺负我小蘑菇 那时候真叫没谁了 师父 什么师父呀 刚才有 快追 余湘容 那个 云儿啊 你先回去 你先先回去 把我尿壶也带上 好好好 我去看看 好好好 小蘑菇你小心点 我知道了 站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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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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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大人 不好了 那女鬼又杀人了 快点 随我来 大胆 雲大人 你不要杀她吗 小木工 怎么会是你呀 雲大人 她是太后派来请来捉妖的道士 你杀她干吗呀 太后请人我应当知道 怎么会请她这个三角猫 你给我让开 这位雲姑娘 你就别闹了 如若不然的话 我就向太后禀明此事 说你和那女鬼是同伙 你说什么 如果你和那女鬼不是同伙 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跟得那么紧 而且 我刚才明明已经知道那女鬼的行踪 如果来了再早一点 这个宫女就不会死 三角猫就是三角猫 画符捉鬼你倒不行 栽赃陷害倒是你的老本行 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 你知道这女鬼的下落 那我问你 这女鬼长什么样子 身高多高 穿黑穿白 头发多长 是胖是瘦 你知道吗 答不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 要行骗到别的地方去 这可是皇宫 要是一不小心被戳穿 可是要掉脑袋的 恕不奉陪 你等等 太帅了 这个臭道士 也太不把咱们进一位 当回事了 是啊 是啊 那咱们就帮云大人出出气 来来来 你们过来 女鬼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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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快 女鬼进去了 女鬼杀人了 快快快快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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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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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陈大人 您这招厉害呀 让这小子再得意 你让这小子再得意 走 什么 走 都不还 起来 起来 怎么着过呢 金基 FIN 都不了 马上呀 又何钱吗 找了 公公企划 公公公 ребен 广 Johns 快 云儿 你回来啦 你是 小道添木桐 无意冒犯 还请姑娘见谅 添木桐 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啊 你让我看看你 你让我们进去 你让他们走吧 是 公主 好 你们快点走吧 原来是公主的 公主殿下 大长 叫我乐瓶就好 好帅啊 我真不是故意不给你请安去的 只是最近宫里闹鬼 搞得所有人的人气慌慌的 这么多年就没见过 你还闹鬼闹鬼 你做什么家伙啊 我不是大老娘娘 不是 我真的不是老娘娘 对不起 你 有